大家晚安 这个周末假期各地都是有阳光露脸 非常温暖的天气形态 不过也因为天气状况真的是太稳定了 几乎没有风 所以本地排放的污染物持续累积在大气中 整个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都是红通通的一片 就是对所有族群都不健康 AQI大于150的这种红色警戒的等级 而目前来说 其实整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 依旧是相当的糟糕的 而且事后还会有一波新的境外污染影响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台湾各地水汽依旧是比较少一些些的空气 非常非常的干 而且风也是非常的小的 非常适合污染物累积 不过今天晚上开始就会有一波新的冷气团南下 新的冷气团南下会让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东北季风增强原本是一件好事 因为可以让污染物被风给往外带 但是这波东北季风却会带来中国沿岸的境外污染南下 所以等于是南下的空气是又冷又脏 所以不仅是没有帮助让污染物往外带 而且还会带来新的一波污染物 所以特别提醒您这波空气污染 恐怕这个事件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一整天 甚至是礼拜二的早上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了 这个颜色就代表越深的地方就代表PM2.5浓度越高 可以看到东北季风增强会把中国沿岸的这些污染物 给往台湾的方向带 所以除了本地的污染之外 还会再加上境外污染的影响 恐怕整个西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会一直维持比较不好 一直到明天一整天 甚至是礼拜二的上班天了 特别提醒敏感族群外出真的要记得戴上口罩 而且要尽量避免从事户外活动了 而且这波冷空气现在看起来的水汽是不多的 可以看到未来这几天台湾附近几乎都没有什么水汽影响 所以等于是几乎是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多云时期的天气 也不太会下雨 少了下雨更不容易把污染物给雨除掉了 污染物持续累积在大气中 所以未来这段时间的空气品质真的是比较不理想一些些的 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图了 刚刚提过了这波冷空气是属于比较干冷的空气 除了在东北季风 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还有宜兰呢 有一些些迎封面的地形形降雨 其他地方呢 都是多云到多云时期的好天气 所以呢等于说呢 是未来这几天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情况 但是如果你要前往基隆北海岸东北角的话 就要多加留意了 很有可能会下起短暂阵雨 要记得攜带雨至冷 至于在气温的部分呢 今天白天 其实北部地区都还算是温暖的 不过晚上开始 东北季风就要增强了 东北季风增强呢 气温就会越晚越凉越晚越冷 气温就像溜滑溢一体一样 往下滑 未来这段时间呢 都是持续早晚比较凉 比较冷的情况 虽然说呢 礼拜二礼拜三 气温会稍稍的往回一身 但是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 又有一波新的冷空气 以及风面云星要报到了 到了礼拜五呢又要转成一个 比较湿漏的天气形态 所以呢等于是未来这个星期 每两三天就有一波冷空气要南下 气温上面的变动会比较大 一些些天气上面变动比较大 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天气的讯息 而另外呢 在中南部地区则是未来这个星期 都是这个偏干的情况 多云到多云时期 日夜温差蛮大的哦 可以看到南部地区低温大概16度 高温呢大概可以来到24度 25度左右 日夜温差将近10度 而在空旷地区呢 更有10度以上的温差 大家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温差变化 蛮难穿衣服的 中午的时候呢 很温暖舒适 穿个宝藏袖可以了 但是呢 清晨跟晚上受到浮袖冷却的影响 却是冷嗦嗦 大家早晚外出也是要记得 做好保暖的工作 最后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了 新的一波冷气团南下啊 在晚上开始呢 中部以北会起风转冷 境外污染呢 跟张冷空气持续的影响哦 所以特别提醒您空气平均 是比较不好一些的 大家外出呢 真的要记得戴上口罩 而且尽可能的话呢 就不要从事户外活动了 尽量戴在室内会比较好一些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